在他们眼里 那些女孩连做台女都不如 只不过是他们用来赚钱的工具吧 一切都要从我成为一名模特经纪人开始说起 那时候我刚大三 正处于人生最迷茫的时期 干什么都没有动力 刚好高中同学徐凯邀请我去他们公司 你在这干嘛呢 我大三了嘛 没什么课 就想找工作提前摄影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竟然约在了叶总 这些长相出众身材火辣的女孩 却对徐凯的任何要求都严厅 看着这桌上的现金和周围的女孩们 我心动了 我也能拥有这一切吗 这边找你用钱 你把外套做吧 你把外套做吧 我们不要拥有什么事儿竟然约在这边